工作模拟打游戏 欢迎来到玩游戏 我是CP小编 说到大乱斗类型游戏 大家一定会想到 任天堂的Super Smash Bros 可以说是这类型游戏的开创者呀 不过近些年 越来越多游戏商 也开始制作这类型的游戏 像是已经推出了 Nicolodial All-Star Ball 或者是正在研发的 王者荣耀心智破晓 而今天的主角Multi Versus 也是其中一个 当然这种游戏最重要的 一定就是角色啦 像是Super Smash Bros 拥有一系列 任天堂旗下IP的角色 偶尔也会有其他IP的角色来串场 Multi Versus则是拥有一系列 Voners Pro旗下的IP角色 像是有小时候在Cartoon Network看的 Adventure Time 探险火宝 里面的角色阿宝和老皮啦 DC里的Batman Joker 还有Holly Queen等等 连Friday the 13的Jason也有 当然是老少前爷的版本啦 不过游戏在2022年 就已经开始了地区公测 但是制作团队也了解到 还有许多应该改进的内容 所以就回路再造 最终也决定在5月28日 再一次登陆PS Xbox和PC平台啦 小编也是玩了游戏 而就就回路再造的新模式 而Handroid Engine 5 能不能救起这款游戏呢 原先Multi Versus拥有的1v1 2v2还有四人乱斗 这三种的游戏模式 新版本也保留了下来 而且还多了新模式 暂时先卖个关子 先跟玩家介绍这款游戏的基本玩法吧 首先玩家能自行挑选喜欢的角色 然后在各种主题的平台上对战 玩法就和Super Smash Pro差不多 也都是将敌人打至荧幕边缘 或者不断累积伤害击飞敌人 完成击杀 每一位的角色都能使用普通攻击和特殊攻击 还有二段跳、闪避一些基本的操作 而每次角色都有自己的定位 像是法师、坦克、辅助、刺客等等的 那么讲完原先都有的内容之后 接着就来说一说 究竟本作回路再造造了什么东西呢? 最为直观的就是加入了全新的PVE模式 The Rift 比起之前只能打AI电脑或者PVP 新加入的The Rift分成了关卡制 每一关都能使用你喜欢的角色来对战 也能完成关卡的一些特定条件 或者星星以解锁更多奖励哦 关卡分成了1V1、2V1、2V2、mini game和Boss战 几乎把所有模式都放在了一起 每一个Rift都有各自的主题 像小编玩的就是Batman追捕Joker的故事 还能选择不一样难度挑战 以获得更多宝石 比起之前只能与AI或者玩家对战 由于Rift模式后 也让游戏更有目标性 被其他玩家虐累了 也能玩下The Rift解锁奖励哦 虽然有些mini game是真的简单到有种儿童像的感觉 不过小编又玩得很开心哦 像开头讲的 这类游戏一定是要靠IP角色的啦 因为游戏模式和玩法都大头小异了 更多是要看游戏里有没有玩家喜欢的角色 小编玩到的游戏总共有26位角色 新加入的像是有Jackson Joker 和Banana Guard等等 角色操控说真的也不会到很难 上手速度也很快 只不过你去玩那种特别难的啦 然而角色也不是随便做的 有些也从真人再设计成卡通的风格 像是全力游戏的阿雅 还是Friday The 13th的Jackson 都看得出下了不少心思 像是小时候有看卡通内卧的玩家 一定对这些角色不陌生了吧 像是小编最喜欢的Adventure Time Tom & Jerry Rick & Modi DC角色等等 游戏都能看到哦 完全能从这喜欢的角色去下载游戏哦 那么这款游戏哪来跟其他大乱斗游戏相比 有比不比得过呢 首先本作最大的优点一定就是各种卡通 电影和影集的角色 如果拿Super Smash Bros来对比 就要看玩家喜欢哪一种了 是要游戏角色还是卡通出现的火把 其次就是游戏平台 如果没有Shish但只有PC 又想找款类似大乱斗的游戏 也是能考虑一下Multi Versus 不想玩online也能玩Rift 解一些故事剧情 这款虽然是免费游玩 但也不能忽略这四款服务型游戏 虽然无客是可以的 不过需要捏好一只角色就需要考干了 以上就是小编对Multi Versus的体验心得啦 只能说回如再造的游戏是真的不多啊 就喜欢这款游戏能好好维持下去吧 而Multi Versus虽然说是回归 不过对亚洲玩家来说 更像是一款新游戏 如果你有喜欢的Warners Pro角色 可以在5月28日到PS Xbox和PC上 好好尝试这款游戏哦 那么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和订阅我们频道咯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影片啦 这里是CP小编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Bye Bye